在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中 当地把提高竹子产业竞争力 作为帮农赋农的重要抓手 使之成为筑农增收的致富跳板 眼下正是毛竹收购季节 在湖南省桃江县竹子收购站 竹农邓丽莱 拉来自己的几千斤竹子 以前七八块钱的毛的药 现在上四十块钱一块钱 还抢着药药药 这样一年就增加了万块钱收益 价格变化源于竹子的深加工 以前一亩竹林的效益就是一百多块钱 经过深加工成纺织品家具等产品 产值高出了十几倍 您可能想不到像这样的衣服 是从竹笼的竹子里变出来的 加工成纤维以后 由这家企业研制成衣服 袜子 床上运品 等上百种竹纤维产品 我们跟说短短三年 销售收益突破两个亿 在全国有一千多家卷卖店 我们产品更新很快 现在有一百多种产品 现在湖南竹子深加工企业 已经有一千多家 今年在学习实践活动的整改落实阶段 省财政拿出两千多万元 扶持竹子深加工产业 以长效机制保证竹笼增收 加工企业发展起来了 那么竹笼种植的拦阻才有销路 只有坚持用科学发展的标准 区域经济就会作强 09年 湖南主产业创造产值200亿元 整体工业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 达到50.3% 创历史之最 进入布展阶段的上海世博会 主题馆今天首次向媒体开放 主题馆由城市人 城市生命 和城市地球等五个分展馆组成 浓缩了几个国家设计团队的精彩创意 而穿上不同服装的五组海宝 成为各个馆的代言人 目前 法国馆馆内的布展工作已经开始 内庭用于支撑植物的钢架已经全部装好 馆内装饰所需的植物品种也已经全部选定 只等天气转暖便可开始在屋顶和墙面 移植这些特色苗木 形成一个巨大的露天垂直法式园林 占地3000平方米的上海世博会 委内日拉国家馆 也于今天上午开始内部的装修和布展工作 善于奋飞的人天上有路 敢于攀登的人山中有路 勤奋的人手和口就是路 这种温馨励志传递祝福 启迪人心的短信 就是当前广为流传的红段子 在近日由国家广播电影电视总局等部门 召开的红段子现象座谈会上 与会者对红段子现象予以高度评价 认为他在新媒体时代 对弘扬主流文化 进化网络环境 起到了不容忽视的作用 2月3号两高颁布新的 惩治银贿电子信息犯罪的司法解释后 社会各界给予了高度评价 认为司法解释从源头上 打击了网上银贿信息的传播 司法解释从各个层面上规范了网络运营商各个环节的责任 这样就从根源上杜绝了黄色信息的传播 我个人觉得这个规定一定会受到所有人的欢迎和支持 我觉得这个法律力还是制定的很好 关键是要路到市区 要自发逼你 那么这个次司法解释 就是针对这个英会电子犯罪当中出现的新情况 新问题 做出了更加进一步明确的规定 也充分体现了我们各的司法 它的一定的能够作用 从长远来看也是促进我们国家的互联网 等新兴的这种媒体的行业健康发展的需要 经过了近15个小时的长途飞行 在美国出生的大熊猫泰山和美兰 于今天下午顺利抵达成都双流国际机场 回到了他们的老家四川 在随机人员的精心照料下 他们的进食休息都没有受到太大的影响 结束飞行后 泰山和美兰分别乘坐专车 回到亚安避风峡基地和成都大熊猫基地 在经过为期一个月的检验检疫隔离 与春节后正式与游客见面 今年四岁半的熊型大熊猫泰山 与三岁的磁性大熊猫美兰 分别出生在美国华盛顿动物园和亚特兰大动物园 两只熊猫于北京之间5号凌晨 搭乘熊猫快递号 从华盛顿来削弱中国的力量 保持美国在东亚